肖基會董事長拿出形式高發狀 並按鈴控告 對象是日前被農糧署點名 以劣質米滾沖高等米的三大糧商 包括生產中芯米的連米公司 山水米的全順公司 以及生產三毫米的易東公司 肖基會認為三大糧商涉嫌詐欺 我們買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這是二等米 這是一等百米 實際上你吃的都是什麼 它可能是三等米 甚至它是等外米 可是你付的是什麼價錢 你付的是一等米的價錢 二等米的價錢 所以如果說這個不叫詐欺 那還有什麼叫詐欺呢 肖基會表示 這三家公司在近兩年內 已經有多次的違規記錄 而且業者在被查獲時 都會以年米或包裝過程中 不小心混沖到作為藉口 但事實上 這一次被查獲混沖的誤差值 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已經不是業者所稱的不小心混到 非常尊重 那個肖基會基於保護消費者的立場 他在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針對這個事情 說實在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也一直都很誠實在面對 我們也一直積極地在尋求改善 跟加強管理這方面的事情 肖基會認為農糧署 只依照糧食管理法的標示不實開罰 並沒有重罰 但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標示不實 而是更為嚴重的參委 或假冒的問題 明顯是蓄意詐欺 所以應該以刑法來究責 而面對肖基會的告發 另外兩家糧商 生產中心米的聯米公司 以及山水米的泉順公司 在截稿前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記者烏雅宇林國鋒的報導